到了那个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然后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学生 对 这里是专门的一个 有个主管 就是管这些无人机啊 什么之类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就能比较少 可以拍一下 你看 用的设备都很简单的 没有说是很贵 你看 就用这种小飞机 你看 这种小小的这种飞机 然后也有大的穿越 这是飞室内的 你看 然后呢 这边有个那个小滑板 这个很不错 市区的 进来 这边就是我们的主管 在介绍这个3D打印 还有那个 哦 这是切那个carbon fiber的 对 然后这边呢 就是焊台啊 什么之类的 很不错啊 这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东西了 3D打印 123456 对 这是光顾的 很贵的 来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有那个 这是主管的那个办公室 这边有我们两个小帅哥 他还在搞东西 这是一个办公室 一大堆大男孩玩的东西 对不对 今天这是我们的装备 这个就是寒道 寒道其实它不应该定价很贵的 但是 现在在国内这个 或者是国外都炒得很贵 好 做噩梦了 这样子 做噩梦了 哈哈哈哈 已经感觉 AV就有限制 两头都是AV的 来看一下这个就是 哎呀 小窗月 很小 这台的这种 你看看200毫瓦的故事 你看一下200毫瓦 你看一下200毫瓦 看一下 小窗月 这里来我们是回来的时候就开这里 回来 小窗月 这个粉啊 要13块钱 而且分量非常的不足 就给你几个肉丝 但是我觉得在学生如果在这边吃的话 确实是比较亏哈 而且我看了一下 学校周边是没有什么餐馆的 所以说只能这样子 消费这个挺贵的 谢谢大家